94年後出生易南 並役延長一年 從現行四個月的步槍兵訓練 未來義務役將調整為戰鬥兵 在軍中學習操作 紅懷火箭彈 刺針 標槍飛彈 還有無人精等裝備 一年義務役薪資結構也調整 二等兵月薪兩萬六千多元 可享有勞退制度 政府每月提拨6%的勞退金 可讓義務役南銜接勞退心智 接軌質疑 我們希望透過薪資的調整 能夠照顧義南這一年 基本的開銷需求 到底台灣恢復一年徵兵制 意期算不算長 跟鄰近國家還有處境較緊張的相比 新加坡兩年 韓國也至少要18個月 以色列的服役時間最長 長達兩年到兩年半 而瑞典跟挪威 都是遮目並行一年義 會將一些就是因封存的發展 還有就是營區 可以很快的就是恢復 在裝備投資上 可以帶動國內經濟的發展 一年義務役 2024年起正式上路 就怕爆發搶當兵潮 中央在季限令 明年度94年次的義南 無法申請入伍 預估113年到118年 一年義務役南 入營人數將從9000人 增加到6萬人 國軍加薪又加人力 外界好奇裁員從哪來 總統趕在年底前宣布兵役延長 但相關配套卻還沒到位 讓94年次以後的義南及家長 持續陷入緊張 記者張昭鵬 王志仁台北採訪報導